我 好啦 各位同學 比較我們今天繼續來看這個 新的單元總統 有沒有要選總統的 誰 啊 谁要选总统 那你几岁 你要满几岁才能选总统 对有概念 要40 有40 有40岁才能选总统啊 你现在几岁 一半而已 对还有带努力啦 加油 40岁你就可以来选总统了 那总统这个职业好不好 为什么不好 大家会批评他 那还有没有 你至少会在历史上留个名吧 曾经担任某某届的这个总统 那这个职业好不好 这个相信只有当过总统的人才知道 一般来讲 对人民来讲可能不晓得说 一般的对他印象是怎样 除了刚刚可能会接受到批评之外 那还有什么 他是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他可以号令三军 他可以对外代表国家发言 这个政府啊 有关这个行政的部分 他也有相关的职权 而且他有什么权 赦免权 赦免权 所以总统的权力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知道世界各国 全世界有人说 全世界最有power的男人是哪一位 欧巴马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最有权力 除了他本身是 美国是个强国之外 这种霸权国家 这个强权国家 强权中的强权 最有权力的 好 那总统啊 在我们宪法第35条里面 总统为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说 每次 你看世界各国的 举办的运动会 奥运会 或者说APEC 这种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 在召开会议的时候 你会看到 各国的谁 出席 元首 各国的元首 排排站 穿当地的这个 有特色的衣服 来出席 那你看到他 就等于看到一个什么 国家 像英国的国家元首是谁 你看到他 就等于看到英国一样 谁 伊丽莎白 女王 对 他就是国家 那日本的国家元首是谁 日本的国家元首 天皇 天皇 那这边同学要区别两种不同的角色 区别不同 一个叫Head of State 一个叫Head of Government 这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边上面这边啊叫做什么 国家元首 下面呢 Head of Government 一般我们所称的 行政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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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台湾来讲 我们国家元首是谁 总统 那行政首长呢 行政首长 行政院院长 没错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英国呢 女王 那行 他是国家元首 那他的行政首长是谁 对 首相 好 像英国 女王 女王 那这边呢 首相 首相 日本 天皇 这边怎么写 首相 日本首相 首相 德国 德国 德国国家元首是谁 老师我好像比较经常出现 我认识那个梅克尔 总理 但是他是什么 他不是国家元首 德国有什么 德国有总统 德国有总统 但是你可能不认识他 你比较熟悉谁 这个行政首长 总理 梅克尔总理 德国总理 法国呢 法国国家元首是谁 撒克棋 以前有个密帝宏 密特朗 西哈克 西哈克 德国 法国 德国 感谢观看